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销真诈骗的非法吸睛事件 而我们花东地区的原住民族人 就有多人受害 而这个诈骗手段呢 宣称只要投资35万 再拉三个下限 一年之后呢 就可以获利3000万 我们花东地区就有许多的原住民族人 成了受害者 昨天花莲县原民处 就举办了防诈骗的宣导说明会 受害者呢 也现身说法 呼吁部落的民众不要再受骗了 花莲县几方近来 借过多起原住民族人 遭中国广西南宁老鼠会 假借投资公共建设 非法吸睛的诈骗事件 不法分子假借招待官方考察 与投资名义 实际却暗藏传销诈骗的陷阱 为此花莲县原住民行政处 二十六号下午在吉安乡原住民文物馆 办理多层次传销法令规范说明会 希望能够以实际的案例 来加强民众自我保护意识 不在受骗上的 花莲县净有九万多人 所以我们想就邀请部落的头母 跟护理意见领袖 来听他从学理从实物来讲 回去了以后 我们的头母跟我们护理意见领袖 能够将他所知道的 这是纯粹一个骗局 告诉我们周遭的族人 避免再有人受害 多层次传销诈骗的手把 主要是透过亲友的介绍 以免费招待前往大陆广西 观光考察为诱饵 接受五到十天的投资课程的洗脑 再以新台币三十到三十五万 不等的金额投资 强调一年左右 便可以赚得千万元 利用参加者完成认购的手续之后 还要求投资者吸收下线 才能够达成获利的目标 让更多人成为被拉拢入会的牺牲者 全部都是我们所有 台湾的一些好朋友都在这边 就是在一个小客厅 可是他周边全部都会把操联拉下去 我就想说不对啊 既然你这个 为什么还怕人家 他说没有 因为大陆他很怕人家聚集 集会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就那一类的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小心一点 不要掌声 你回到台湾之后 他还是会不断的一直跟你寻 吃住都是他们那边 总共八天 开始第三天开始上课 上课的地点 早上在这边 下午又另外一个地点 后来第二天又不跑到别的地方去 反正上课的地方都不一样 半边一个地方半一个地方 他 我们要拿笔记去的时候 他跟我们讲 广西南宁案 这是一种标榜存资金操作的老鼠会组织 不销售实体商品 只靠拉下线赚佣金 以小额投资 即可进账千万元的天翻夜谈 诱骗民众 诈骗集团发现 原住民的个性直率 但相对防卫心较弱的心理 成为了诈骗集团的下手对象 于是透过人情利诱 以及高获利的诱因 拿出积蓄投入恶意欺骗的手把 受到行政员员民会的重视 将陆续开办相关的诈骗宣导的说明会 希望部落头目及妇女干部门 能够将正确的资讯带回部落 提醒民众不要再亲言相信 这种假借传销 真诈骗的投资案 记者 感谢您的支持 为了带动嘉义阿里山临近地区的观光 嘉义县政府就积极规划 与无凤庙串联临近的无凤纪念园区 以及无凤公园等等的旅游风景区 不过呢 周族人有了不同的声音 为了带动嘉义阿里山临近的观光 嘉义县长表示正积极规划 与五凤庙串联临近的五凤纪念园区 和五凤公园等旅游风景区 由于五凤双园是位在中浦乡阿里山公路沿途 进入阿里山乡的必经之路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游客的前往 现在我们现在希望是把它开发成一个 国际的一个工商的一个大门口 因为我们周遭已经有差不多十家的旅馆 逐渐在盖了 所以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这边 五凤的故事舍生取义的故事 事实上跟我们原住人认知是有落差的 那我觉得我们就不去做历史的见证 虽然嘉义县长表示不以历史来评断 但对于阿里山乡邹族人来说 五凤的故事曾经对邹族的迷上或文化习俗上 都严重受到误解与无名化 还曾列入课本的教材 邹族人对于县政府的五凤双元促成案很有意见 再次的障碍 我们本来一直要把这个五凤这个名词要 它并不是对我们原住民有好处嘛 也是商议嘛 那对我们原住民来讲这个五凤 虽然他们看人数是英雄 但是对我们的伤害 当初的伤害是相当大的 这样的一个作为事实上在周族人来讲 其实是一个不公平 是一个无辱 整个历史事件上面 它是一个被虚构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曾经非常这个努力的 也非常非常的这个 用很多很多的一个不同的方式来 把这样的 无缝这样的一个故事 甚至于从教科书里面把它删除 无论是说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的一个事件 那是好是坏 应该它必须得要证明为阿里山的周族公园 继无封庙之后 嘉义县政府又要成立无缝双园发展观光 周族人强烈表达的不满 不过嘉义县府表示 这项规划案势在必行 记者达尼府无留嘉义阿里山采访报道 另外由嘉义阿里山相公所举办的 生命斗季婚礼仪式 昨天在达邦村盛大举行 一对对的新人上台 新郎新娘各让长老打屁股三下 象征性的成年礼 也祝福两人的婚姻 这是由阿里山相公所所举办的 生命斗季婚礼仪式 今年一共有三对新人报名参加 虽然比去年报名的新人少 但是现场参与的观众 确实很热烈 今年的人潮非常非常多 当然今年参加结婚典礼的对数是不多 只有三对但是我们今年的小逗逗是历年来最多 一共是三十五对 最重要的可能是因为 这个很多人要感受这个龙年 所以在七年结婚比较多 体验传统的婚礼 这种就体验了 然后就是一方面那么多人在祝福 也是蛮高兴的 第一次参加了 是不是想说来体验看看这种 我们周族真正的就是一个传统婚礼 生命斗周围Fona 因为生命斗的生命力超强 在平起的环境中依然能够成长 以生生不息强韧的生命力为意涵 作为婚礼的象征 也鼓励部落人结婚生子 不过生命斗季在周族人过去的传统 却是一段有关于女性被侮辱的故事 虽然生命斗季的过去 许多族人不愿多谈 但透过生命斗季进行的意义转换 让生命斗季可以了新的象征 接着等你们五六加一 阿女三采访报道 以原住民族的分布版图来看 宜兰两个原住民乡 虽然都是泰亚族 不过目前已经有大约 一千八百多位的阿美族人 移居到宜兰县居住了 而这些离开自己家乡的阿美族人 也不忘传承文化 昨天就在宜兰市的这个河滨公园 举办了丰年级的活动 由各阶级领袖带头轮流寄歌传唱 大家围着大圈圈 手拉手边跳边唱的男女老少大群舞 气氛相当的热闹 这是宜兰县政府主办 由宜兰县马嘎巴亥原住民文化研究社来承办 一系列的祭典乐舞等活动 透过活动来传达向祖先的感恩 并且祈求未来的工作顺利丰收 都会区的小朋友尤其是阿美族 很少有这样的环境 所以我们这次营造这个就是 大人已经要带着自己的小孩 参与自己部落的丰年纪 认识自己的丰年纪 开始教我们一些传统的文化 然后我们就开始接触嘛 然后到今天我们才可以 接受这个成年礼这样子 可能就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了解阿美族的文化 特别的是这场阿美族风年纪是在以泰雅族居多的宜兰县市来举行 社会的变迁 一族通婚工作也越来越多阿美族人来到宜兰 在宜兰的阿美族人已经约有1800人 这场祭典泰雅族人也共享盛举 在我们宜兰班 很少啦 几乎都是 好像就头一次 很好啊 大家都融入下去啦 我觉得部分族群 我们虽然是泰雅族 有这样的活动 我们都也参与 我们虽然住在都市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的 族人们希望举办风年纪的活动 联系都市里原住民的情感 彼此相互鼓励 传承阿美族的文化 既然算吗 要依然是采访不懂 在高雄小林村的平埔族人 昨天也举行了业绩 既是部落的守护神 也就是太祖 不少离家的小林村民都特地返乡 参与这个部落里面的大事 主祭的祈老喝下米酒 完成和部落守护神太祖的沟通 引来一阵掌声 周六小林村平埔族人 在吴吏浦文化园区 举办一年一度的太祖业绩 虽然整个仪式都是依照古理进行 但是新建的工械 建筑结构比以前的竹笠巴小毛屋 兼顾很多 而准备相竹的人 也从过去赛跑冠军的勇士 变成是有专人负责 社区广场上尊名自主的车虎镇 掀起社区活动的第一波高潮 镇头增加不少年轻成员 展现苦练成果 现场热浪滚滚 连等待登场的小朋友 也忍不住跟着舞动 而旅居外地的居民 也特地回到社区 参加这一年一度的部落大事 几乎没有 以前都没有 对啊 想说今年刚好又遇到假日 就想说回来看看 从灾后 应该力量有点起来 对啊 不然的话 应该平常没有这么多人 随着天色渐晚 武力浦社区人潮逐渐涌现 社区民众同心协力 筹备这盛大的祭典 希望在传承平补文化的同时 也让村民一步一步走出 巴巴风灾留下的创伤 记者中文哲显昆 高雄报道 高雄南岛文化博览会的系列活动 高雄市原民会 昨天在一手大学 举办了南岛国际论坛 讨论的内容就是针对了 莫拉克风灾之后的重建 与经验分享 2012年高雄南岛文化博览会系列活动 南岛国际论坛 26、27日在高雄市一手大学 国际会议厅举行 邀请高雄、屏东、台东等地族人 一起与国内外学者讨论 分享莫拉克灾后的文化产业重建 南岛国际论坛 议题围绕在针对莫拉克风灾重建 做探讨 主题是探讨千村与社会脆弱性 另有专家学者到场 做部落重建的相关议题的专题演讲 吸引不少学生参与 并分享新的感想 身为原住民的我们 其实对文化的了解 是要非常非常的深 对 然后在与宗教 与民间这些像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的话 因为我觉得那是不可缺的啦 可是你要怎么因为 你重要的话题 跟你的文化去做结合 那是非常重要的 宗教是个人 但是当你在参与文化自己的时候 请收好你的宗教 宗教请放在你的内心 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参与 然后互相尊重 高雄市原民会希望借由论坛 聆听部落主人的声音 同时让各部落工作者 可以分享成功的经验 提出建言 作为未来原民会施政参考 记者母定 高雄市采访报导 周末假日屏东三地门乡公所举办的 观光嘉年华系列活动 不仅要行销乡内的咖啡 也要推涨当地的有机蔬菜 跟手工艺品 一连三观游客不仅可以亲手编织花华 还可以体验尝尝不同的有机树豆汤 好喝 很好喝 那你知道他有一些 就是最近有标版一些养生的功能 你们知道吗 不晓得 不晓得 因为第一次喝 一共三个点 就可以去投他们的乐队团的表演 然后去投票 看哪一个是很好玩 屏东三地门乡公所举办了非常原味活动 不仅要行销三地门乡的咖啡 也要推销乡内的有机蔬菜 手工艺 当然也少不了好听的音乐 我们还有咖啡 廊道的节目典礼 希望我们三地门乡 从水门大桥 一直到各个部落 都有我们德文咖啡的祭典 欢迎大家一同来享受 我们原乡的文化 原乡的音乐 原乡的山珍 老的少的全都共襄盛举 展现音乐实力 就是要角逐最佳乐团的比赛 有吃有玩又有得看的 山地门乡加年华卉 28号会为咖啡兰道举行开幕 让游客一饱一饭 服于二服外 更能品尝好喝的山地门乡咖啡 记者RI哥斯 屏东三地门财法报道 大家关心的油价又要调降了 从明天的凌晨0点开始 国内各式汽油每公升调降0.6元 柴油降0.7元 调整之后呢 925000每公升33.4元 95500034.9元 98500036.9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32.2元 这是最新的油价消息 要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科技带来了方便 但是呢 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常使用电脑网络的观众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发生过 打出来的字 却变成问号的情况 这个问题呢 就经常困扰着台东台版国小的师生 因为台版国小的这个板字 左边呢 是一个土 加上右边的反 这个字呢 在电脑上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不过如果透过网络浏览器 就会变成一个问号 因此呢台版国小体操队 到外线市比赛的时候 看到显示比数的看板 台版国小就变成了问号 学校希望主办单位可以重视 以及改善这个问题 深深吸一口气 侧翻内转后手翻 侧翻鱼要前滚翻 水平一连串的动作 台版国小三十年级的体操选手 去年曾拿下十斤的优秀成绩 再次展现了优越的稳定性 平常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很辛苦 有 很辛苦喔 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 可以 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 练习 还是什么 嗯 会 会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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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看到你们今天比赛 在你比的就是 没有表现的这一样 很好 很好 上台几分钟的时间 展现的就是台下努力 几年的成果 堪称是体操界 年度盛世的全国竞技 体操锦标赛 参赛多次的台东县台版国小 又再次面临在大会成绩看板上 校民台版的版 呈现问号的情形 虽然代表队已经见怪不怪 但是代表学校参赛的教练 还有选手都还是希望主办单位 能够重视 我们对台版国小这个字 在电脑上没有 当然是很困扰 那也希望说主办单位能够重视一下 这个字体的更正 否则对我们现在也是不公平的 希望说我们可以把整个全国赛提升上来 所以他今年特地帮我安装的 电脑的那个Wi-Fi系统 就全场也可以上网查 成绩 然后有公布篮这样子 不过那台版的版好像好多年了 我想想一下办法 主办单位在询问电脑和网络的相关问题后 解释在电脑上造致是没有问题 不过比赛现场的比数 必须透过网络浏览器才能呈现 但是网络浏览器 无法显示出台版的版制 因此出现问号 也对学校感到抱歉 但是强调在秩序册或是奖状印制上 都是正确的 未来也会想办法解决问题 记者RIGOS 评讨室 采访报道 新北市圆明局昨天举办全国性的篮球比赛 总共有30支的队伍报名参赛 3分投射 哎呀 没中 马上就被对方给操走 立即妙传给队友 接着也以3分跳投环以颜色 投篮进分 新北市圆明局10月27号上午 在板球市立体育场 举行一场全国性的原住民族篮球比赛 分别有新北市组 与来自于其他县市的公开组 我们有分公开组跟新北组 你怎么想说要请外县市的 呃 运动市不分 不分县市嘛 当然我们希望全国的原住民 来共襄盛级 第一场公开组 阿美族对上泰雅族的比赛 中场以94比38 第一天的赛程 马上看出实力的差距 总是有一些队伍的实力有差距 那每一队都起最好的队伍 进到明天的复赛决赛 那争取第一名的奖金 一万五的奖金 全国报名的30支球队当中 也有球队的队名相当另类 像是画面中的酒鬼 还有所谓的大侠邦 以及不是吧兄弟 这有趣的队名呢 不禁令人会心一笑 不过比赛靠的就是实力 初赛新北市组 将会临选出8队进入复赛 而公开组则是直接取四名 进入决赛 两组将于 十月二十八号 各自拼下 一万五千元的冠军奖金 记者巴鲁赛 新北市板桥采榜报导 在台东则是举办了 原住民族羽戏 西剧竞赛 这场足以戏剧竞赛 吸引包括北南阿美排湾 盧凯汉布农等五大原住民族群聚落 组队参赛 时而轻快 时而忧伤 牵动着每位在场观众的兴趣 期盼戏剧竞赛的举办 能为传统文化带来延续的升级 小朋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也得到了许多的乐趣 成绩出炉 家庭组第一名 盐瓶湘的East大队 第二名是东河湘都兰书屋队 第三名官山镇恩代队 成人组第一名是大午湘大鸟部落 第二名成功镇巴翁翁社区发展协会 第三名北南湘立家队 至于学生组则是海端湘初来国小布农精灵剧团 以布农组传说故事大洪水再度残年冠军 第二名海端湘海端国小 第三名是台东市的丰隆国小 要强化的是怎么让我们的小孩子 今天也希望各队做交流 然后现身说法 然后把母语呢 都可以 足语戏剧比赛从97年开始举办下来 参赛的队伍没有明显的增加 评测老师认为应该更积极的宣导 尤其是家庭的部分 同时也希望学校方面能够重视足语教育的一个区块 让学习足语的环境能够向下达根 记者弗洛克台东市采访不到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偏多 下雨的机会也会提高 北部和东北部的温度也会略微的下降 而中南部则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气象局表示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会转凉 高温大约是在27到29度 算是舒适的天气形态 中南部的高温有机会达到30度 各地清晨以及深夜的低温 大约是在20到23度 感觉稍微凉一点 民众找出晚归 应该要记得添加义务 另外中度颱风三停 目前的位置是在海南岛的西南方的海面上 继续朝着向西北溪移动 将登陆到越南 而外围云系呢 也会间接的让台湾地区云量增多 接着来看各地的旅游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老外父DOR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夏天 部落风吹上碧海蓝天 冬天 部落风刮进青山绿水 欢乐的部落 我们带您去宰歌宰舞 打拼的部落 我们带您欣赏勤奋知足 一个让部落的风格 打开您眼界的节目 每周五晚上十点 王红恩的部落风 带您放轻松啊 呼呼呼 高兵 以前我们的出现 是留给我们这个山 这个是里面的土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都说我们是国际企业 那平常在走的路过的桥都有我们的汗水 劳工朋友 不管你从哪里来 MIT我们一起打拼 真心